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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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才剛剛看到我們這個 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R-Type 先做的話 先做 不是Low先做的話 它第五個Stage 是要做Right Back 然後你R-Type雖然是晚一個Clock Cycle 進來前面都沒有衝突到 可是如果你的Right Back是安排在 第四個Stage 第四個Clock Cycle 那這兩個就衝突到了 這兩個就衝突到 那我們要解決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好 我們下面就是要解決的方法 問題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問題知道不知道 問題 OK 知道問題嗎 好 好 知道問題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一個很重要的OBS 規定說 你在做Pipe Line的時候呢 每一個Function Unit呢 只可以被一個Insurrection用到 不然就打架啦 在Pipe Line執行的時候 每一個Function Unit 只能被一個Insurrection執行到 不能同時被兩個Insurrection執行到 這第一個要注意的事情 再來呢 在每一個Function Unit呢 你最好在同一個Stage用它 你不要你在第四個Stage 你在第五個Stage 那剛好我們來又插一個Cycle的話 那不是就打架了嗎 所以每一個Resource都要在同一個Stage 被使用到 那也就是說剛剛Right Back 你要用到Registify的Right Port 那在Low的時候呢 Low的時候我們是在第五個Stage 那也就是R Type的時候 你要不要放第四個Stage呢 不要 你也要在第五個Stage寫 同樣的第五個Stage寫 那這樣的話 如果錯位錯一個 我就永遠不會打架在一起了 就是所有的Function Unit 一定要在同一個Stage 最所有的Insurrection 有沒有清楚這個意思 就是剛才 剛才我們Low的是在 一個是在第五個Stage寫它 那R Type如果在第四個Stage寫它 那我R Type又比那個Low 萬一剛好晚一個Clark Cycle 只晚一個Clark Cycle 就Low的緊接著R Type 那兩個人不是在同一個時間 要去搶它了嗎 同樣要搶Registify的Right 但是如果我規定說 不管你只要用到同一個Resource 就要同一個時間去解 因為我們知道 每個Insurrection 一定有一個Clark Cycle Delay 你如果是第五個Stage用它 你也是第五個Stage用它 你用完再蓋它 因為它緊接著你後面也沒關係啦 就不會衝突到 就不會衝突到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Obsession 就是每一個Function Unit 一定要在同一個Stage用它 所以所有的Instruction 那也就是說 如果Low的是在第五個Stage 做Right Back 那我也要把R Type 在Right Back 放在第五個Stage 你只要延後一個Clark Cycle 那也就是說 我緊跟在你後面的時候 我緊跟在你後面 因為你要 因為我們Clive Line 一定要晚一個Clark Cycle 你用完再給我用就好了 我不要搶的時候 我在第四個Stage就要用它 你搶到第四個Stage 等於是你搶先一步 好就像我不洗衣服 我直接叫烘乾 你雖然是晚一個時間過來 就是晚一個Clark Cycle過來 可是因為你要去搶 你就變成Conflict Pipeline一定是晚一個cycle進去 晚一個cycle進去 晚一個cycle進去 開始執行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進入到這Pipeline 一定晚一個cycle開始執行 晚一個cycle做intriding flash 晚一個cycle做intriding decode 理論上是永遠不會打架 你一二三四五對不對 你永遠比我先 永遠比你先 我們只要在同一個Stage的話 就永遠不會打架 這樣了解嗎 了不了解 來 來 江彥勳 來 了不了解 好 就是一定要在每一個Stage 因為我們的Pipeline 一定是晚一個Stage進去 那你永遠在我前面 你永遠在我前面 我們就永遠不會打架 永遠不會打架 永遠不會搶一個resource 這就是Pipeline的基本概念 所以就是我們把這個R-type 就往後一個Stage就可以了 往後一個Stage 就把它 就把這邊當作空的 我不做任何動作 理論上是要去做Memory Access 但是因為我沒有做Memory Access 我就把它空在這裡 所以我還是知道 第五個Clock Cycle 我才去做Right Back 那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衝突到 那再來Store 假如Store的話 照理說也是只有四個Stage 那相當於我們在最後一個Stage 相當於最後一個Stage 因為最後一個Stage 不會衝突到 所以相當於在最後一個 再加一個Right Back 剛剛是江彥勳 再問一下這個 胡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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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乃演是吧 來 來 來 了不了解 把一個Stage 往後演這個 這個就R-type 往後演一下 讓它不要Conflict 這該 這了不了解 好 好 那所以4StageStore 它最後一個Stage 是Right Back 沒有其實相當於我們一個假的在那邊 好 假的在那邊 再來 如果是Branch Equal 雖然是三個Stage 但是它的Stage 都是在每個Stage都一樣喔 Internet Fetch Regist Access Decode Execution 它沒有Memory Access 沒有Right Back 但我們好像假裝在這個地方有 一樣 這是三個Branch Equal的三個Stage 好 好 那這就是它的Pipeline Data Path 我們這Pipeline Data Path就完成了 Internet Fetch Internet Decode Execution 這個Memory Access Right Back 每一個都要經過這五個Stage 每一個都要經過這五個Stage 尤其是R-type 雖然你在這個地方就可以寫 但是不行 你要等到第五個Stage才可以寫 所以它就跳過這裡 好 跳過這邊 然後到第五個Stage才去寫它的 Regist Regist Phi 好 這就是我們的Pipeline Data Path 好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這種表示方法 這就是把這Pipeline寫出來之後 第一個引穿性在這裡 第二個引穿性在這裡 這樣一直寫下去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這是可以看到說 第幾個Clock Cycle 譬如第三個Clock Cycle 第一個引穿性在幹嘛 在做ALU 好 那這個第二個引穿性在什麼 在做Regist Access 這是一種Graphic Representation 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每個Cycle做什麼事情 好 我們再做一個這個例子 就用這個兩個 instruction來看它到底跑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好 第一個先是Low的instruction 在intruction fetch 好進來了 再來 第二個 第二個Clock Cycle Low的跑到這個Data Path Regist Access 那這時候 instruction fetch 是空出來的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 下一個instruction 就是sub 假設減這個動作 就開始在這個地方做動作了 好 那這時候注意喔 這時候你這個 這個其實跟它是 兩個是分開的喔 好分開的 我這個的instruction是在哪裡 跟這個跟我不關 我的instruction是存在哪裡 我現在在做這個 在這個第二個Clock Cycle的時候 我的Low的instruction 其實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王子豪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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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這個instruction的時候 它的instruction現在擺在什麼地方 對 我現在在第二個cycle 這是做Low的instruction 它的instruction擺在什麼地方 對 在regist pipeline的register裡面 pipelineregister裡面 那你說那什麼時候 這個新的instruction會寫進去 在end of clock cycle的時候 在clock cycle結束的時候 它就趴寫進去 好 那舊的就沒了 舊的已經結束了 舊的結束了 它就把它蓋過去了 就寫進去了 那這時候已經第二個clock cycle 第三個clock cycle要開始了 第三個clock cycle要開始了 第三個clock cycle它就 那也就是我的 第三個clock 新的instruction就這樣執行 好 那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clock cycle 它就繼續往前推進 那這時候我們的instruction 其實在這裡面 那這時候要做decode 其實這些decode的information 其實都會傳 隨著這個一直傳過去 因為是Low的instruction 所以現在 它要算address 算你的那個memory的address 做extension 然後做這個 那這時候sub呢 下個你穿進去做 registeraccess 把我的rsrt把它讀出來 好 第四個clock cycle 然後這load已經去做 這個registeraccess 好 那這時候alu呢 sub就給它做什麼動作 是要做這個我們rsrt的動作 是要做簡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是rsrt做簡的動作 然後做到這個這個動作 好 第五個clock cycle 那load呢 它叫ride back ride back 好 那因為呢我這個sub 我們剛講過 要delay一個clock cycle 所以它會不會跟它搶啊 雖然我已經算完了 雖然我剛才在這個地方 在地方sub 其實data早就算完了嘛 data是不是已經算完了 理論上我是下個clock cycle 我就可以寫回去registerify 這樣對嗎 好 理論上是可以寫 但是你可以去寫的你不可以 你要在第五個stage才去寫它 我們要在同一個stage做同樣的事情 好 所以在下一個clock cycle的時候呢 是load的要寫回去 好 那sub做什麼事情 不做任何事情 不做任何事情 它第四個stage 因為load它是不做任何事情 它要到第五個clock cycle的時候 它才寫回 第五個clock cycle 好 這時候才該它寫 這才可以 才可以用registerify的right call 這可以寫回去 好 這就是 這個 兩個 這兩個instruction 這有沒有問題 好 李金倫 來 李金倫 懂不懂 懂 懂 那好 我問你 rtype的right back 要什麼時候寫回去 第五個 第五個 對 它一定要一致 跟你load的 如果是right back是第五個 它就要第五個 如果 就所有的instruction 都要在同一個stage 執行相同的事情 那如果它不這麼做 會產生什麼東西 會產生什麼 如果你 我們按照剛才的算法 它要第四個stage做 那load是第五個stage做 那萬一rtype緊接著load的後面的話 會發生什麼狀況 會從前面那個中間一起 對 中間一起產生 兩個要競爭 同樣一個structure 同樣的 這個right pole 就產生structural hazard 好 產生structural hazard 好 靈性智 來 靈性智 來 問你什麼問題 好 來 懂 剛剛這些 好 問一下 來看 來 好 剛剛講了解不了解 了解 那什麼叫structure hazard 就是兩個同時搶一個delay 那怎麼樣可以避免structure hazard 就是 因此一個delay 蛤 往後也一個 不要那麼快 不要緊接在後面就已經 就指引下一個structure 那這是對於那個rtype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的話應該是怎麼講 每一個resource要怎樣 只給一個人用 只給一個intructure用 然後呢 每一個intructure如果要用那個resource 一定要怎樣 在什麼地方 可以一下第一個第三個 每個intructure如果用到那個resource 一定要在什麼 一定要相同的stage用它 一定要在相同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每一個intructure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你一定要在相同的stage去用它 如果是你要用right這個pore的話 你就一定要在第五個stage用它 好 這樣 就每一個intructure如果你要用 用到那個resource的話 你一定要在相同的stage用它 好 那這就是 這個datapath的部分 好 那control 好我們再來看control 好 control呢 我們在single process裡面 也把control合成出來 也就是說 假如沒有這些pipeline 這些沒有這些pipeline的話 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 這個 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就會有一個controller 我們有controller 它就發出很多的control signal 這些control signal 是幹嘛的呢 就是這個control 我要不要write啊 我alv要做什麼動作啊 好我這個register 這個要寫回去register file 是從memory來的呢 還是從這computation過來的 這是我們在single cycle的時候做的 是不是 我們把opcode decode之後 就會知道這些control signal 它其實就是只要opcode知道 你要發出哪些control 幾乎大家都知道 除了ALU之外 除了ALU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小的controller 去做它 但是幾乎是只要你知道opcode 就可以做所有的control signal 那現在pipeline的話 要怎麼樣做 跟我們以前的single cycle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地方是一樣 什麼地方不一樣 好 然後我們先看看 就是要設這些control signal 好 假如我引領刷從這邊 走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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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所需要的control signal 是不是一樣的東西啊 跟single cycle比起來的 跟single cycle 只是我一個是 single cycle在同一個cycle 全部就把它設好了 全部就把它設好了 但是在pipeline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我要做的動作 好 待會在這個地方所要做的動作 在這個地方所要做的動作 跟我在single cycle有沒有一樣啊 蛤不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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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邊你要做什麼 蛤 假如你現在是一個rtype 你要做什麼 rtype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alu的computation 那你要把rs拿出來對不對 rt拿出來 所以你的這個是要設什麼 這個地方要設什麼 如果是rtype的話 你這邊要設一個control signal 這control signal 所以說第二個operant是從rt拿出來嘛 這個是pipeline是要這樣 那在single cycle也是這樣啊 single cycle也是一樣說是 你的第一個source是從rs來 第二個source是從rt過來 這邊的control signal是一樣的 好 這是一樣的東西 那看這個control signal 你要寫回去的 寫回去是從哪裡來 要是從memory來呢 還是從這個 這邊computation結束 這邊也應該是一樣啊 選0嘛 說要從這個regis computation完了 要寫回去 所以其實這control signal是一樣啊 只不過他用的時間不一樣 剛才是在一個single cycle 就一直的用完了就好了 可是現在呢 我是這邊在做decoding的動作啊 做完之後呢 這個是在這個clock cycle用 下一個clock cycle用 走到這邊才用 再下一個clock cycle 走到這邊再下一個clock cycle 所以他的control signal 其實差不多大同小異 只是他用的時間不一樣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要怎麼辦 他說我們就把我的control signal 做一個grouping 好 我們把control grouping 根據什麼來group呢 還是一樣喔 就是我們的這個 control signal decoding的 跟先前的那個 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op code 我們不是把true table 列出來嗎 記不記得 single cycle 譬如現在是 現在是rtype 我的control signal要怎麼射 都有一個射法 就0啊1啊 0啊1啊 這是control signal全部射 跟那個是一樣的 一樣 這就是這些control signal 就是regist destination是什麼啊 LU的operant 第一個是什麼啊 第二個是什麼啊 要說的 就一樣的射 只不過我們射完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grouping 什麼叫grouping 因為你單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說 這一區的是在這時候用 這一區的是在這時候用 這一區的在這時候用 所以我就把 那control signal 是什麼時候產生的 control signal 應該是在什麼時候產生 在第一個stage有嗎 第二個stage有嗎 好來問一下 江其勇 江其勇 好來 好 唉唷這個筆是誰的 剛被把它拿來 來 江其勇 來 control signal是什麼時候產生 這是江其勇是不是 知道的啊 來 你在第一個 一個印刷信進來 第一個stage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control signal嗎 不知道 那第二個stage知道嗎 第二個stage知道嗎 第二個stage知道嗎 不知道耶 第二個stage應該是 stage玩的時候就知道了 好 在第二個stage結束之後 因為要做decode的動作 在第二個stage結束的時候就知道了 但是第二個stage 第二個classstage結束 那這是下面才要用啊 這個下面才用 這個用的時間 跟這個用的時間 一不一樣 一樣 啊 一樣 怎麼會一樣 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我一個印刷信對不對 我從這邊 走到這邊 再走到這邊 在這個的時候 我才用這個control signal嗎 走到這邊 才用這個的control signal啊 走到這邊 才用這個的control signal啊 走到這邊 我這邊一抵扣完畢之後 所有的我要做 我的control signal通通都知道了 只是用的時間不一樣 走到這邊 才用這個的control signal 走到這邊 用這個的control signal 走到這邊 用這個的control signal 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control signal 應該把它做grouping嘛 grouping就是把它切成幾塊 切成幾塊 所以應該有一塊叫什麼 是負責這個地方的 一塊是負責這個地方的 一塊是負責這個地方的 一塊是負責這個地方的嘛 就是這樣 那我就很簡單的概念就是 我control這個decode完畢之後 我把decode 我就把需要的control 就傳下去就好啦 傳下去 但要傳下去 你要先把它分好 這個group要用到signal是什麼 在這個group的signal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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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根據它這個 一個group的就傳下去 用完就不要了 用完就不要了 好 如果沒有用到 譬如說像這個stage 我control signal 到這個時候 它有沒有用到 譬如說在這個運算的時候 這個stage control signal 有沒有用到 沒有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擺在那邊不要動 擺在那邊不要動 好 等到繼續傳下去 繼續傳下去 等到這個stage 傳到這邊的時候 到這個stage的時候 它已經傳到這邊 才可以用它的control signal 所以基本的概念就是這樣 control signal 我們在decoding的第二個stage 就已經decode出來了 然後把它分group 怎麼分group 根據你要使用的時間 在這個stage的時候 要有哪些control signal 在這個stage 要有哪些control signal 在這個stage 需要哪些control signal 把它分成group 然後這些control signal 就隨著你的 像這個例子的話 我們就把它分成這三個group 然後呢 隨著你的stage往下 這control signal往下傳 control了 這是在第二個stage 假設是第二個stage decode完畢 所以control signal全部出來了 好 但是呢 我們是在這個stage 要用到 這個stage用到 這個stage用到 我把它存在pipeline的register 出到pipeline register 等於下一個clock cycle 我就先用exclusion 這個stage的control signal 好 那這兩個沒用到 繼續傳下去 好 繼續傳下去 等到到這個stage的時候呢 再用memory的這個control signal memory stage的exit control signal 好 那這邊用到就繼續傳下去 然後到最後一個stage 才用到 把所有的就用完了 好 這就是我們的control的design 今天有沒有問題 來 會不會交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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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不會 好 邱柏陽 邱柏陽 到目前為止了解嗎 好 現在我們已經交了data pass 我們也交了control 幾乎都這個簡單的概念 就幾乎pipeline就結束了 好 那它的control data station 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我們把control main control的分出來 這用掉就不用再往下傳 沒有用到繼續往下傳 再register file繼續傳 沒有用到繼續往下傳 整個的狀況就是這樣 好 control signal就是往下 這樣下去傳 好 剛才看到一個 記不記得 我們講說right back的時候 我要到底用哪一個register 要寫去哪一個register 這是這個right back的時候 我要寫回去我的register file register file 你有一個 如果是這個rtype的話就是rd rtype應該寫回去rd 你的fuel是rd的部分 如果是low的話應該是rt 是rt的地方 那我在我intrushion 直線到這邊 我應該那個destination 是應該用我這個instruction right back的地方 是用這個instruction right back 所以不僅僅是control signal 要往下一直傳 像這種destination 我也要往下傳 你為了保證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問題嗎 你這時候去看這個instruction reg 它rsrt是新的instruction 你要用這個嗎 你不是要用這個 你是要用我現在這個instruction的rt或rd的destination 這樣 那同樣 既然你的control signal 可以這樣一路一路傳下去 那我如果用到這些destination 我現在用不到 我待會用到 我也可以往下傳 懂不懂意思 我剛剛在講什麼 你說用不到也可以往下傳 哪個東西用不到 control signal 對control signal是可以往下傳 那這個呢 像這個是說 我要去寫destination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要寫回去 就是我要寫 比如R type 我要寫回去destination 是一個 是在第五個stage才寫回去嘛 right back low的也是在第五個stage也才寫回去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是吧 是 好 好 那你寫回去的時候 你不是要給他一個destination嗎 說我要寫去哪裡啊 你寫regify 你不要告訴他寫去哪裡啊 RSRT RD嘛 RD不是要告訴我寫去哪裡嗎 第五個regi 第八個第九個 你要告訴他 你要告訴他這個information嘛 那這時候呢 你這邊的 應該有一個RSRT RD出來啊 你這個instruction有一個RD destination 那你要用這個instruction的RD嗎 不要 你應該用這個instruction 因為是 他要寫回去嘛 他要寫回去 好 那也就是說 你是不是應該把這個destination 跟著你跑 你雖然現在用不到RD 我還用不到 或者是RT 我還沒有用到 但是我是在第五個stage用到 可是我要把這些需要的information 要跟著我跑 帶著我跑 也就是說跟著你在pipeline register 一路一路跟過來 這樣跟過來 那這就是剛才說的 第五個stage的RT 或者是RD 你要跟著跑 也就是跟ctrlc 用到時候才把它拿著才用 沒有用到時候 你就隨著pipeline stage 一直傳一直傳下去 好 這就是我們講到這個 right backstage low的時候呢 好 這個從哪裡來 就是剛才的問題 從哪裡來 還是他原來的instruction 仍然是他原來的instruction 他怎麼樣長怎麼樣呢 我們在這時候呢 因為我已經decode的完畢之後 我這是RT RD已經知道 RT RD已經知道的 我這邊就先做一個選擇 選擇 好就是我 如果是R type的話 那當然destination是RD 如果是low的instruction 那destination是RT 好 那當你decode的完畢 在這個stage完畢 這RT在這邊 RD在這邊 我已經知道誰了 我已經知道 他destination是誰 construction是已經知道 那我就把這個informations 就是往下傳 往下傳 在pipeline繼續往下傳 好 等到你真的要right back回去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把它給他的 register地址就給他了 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來 同學 看你皺眉頭 來 有什麼問題 不太懂 不太懂是不是 好 好 那問題你知道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也不知道問題啊 很真實 好 我們說呢 好 假如我現在有一個intrush 在這裡 在開始執行 好我intrush access 假如這是一個R type 的intrush好了 那這時候 我 RS RT RD都出來了 對不對 RD是要right back 對 那這時候你可不可以寫回去呢 你雖然知道RS RT RD 但是你是在什麼時候寫回去 在這邊才寫回去啊 那 你 你這邊其實你已經知道RS RT RD是什麼了 那這個RT你現在要用到嗎 現在要不要用到 RD 有辦法用到嗎 沒有用到 因為我要到第五個stage才用回去 才用到 那我這個RD 怎麼會把他丟掉嗎 我把他丟掉嗎 不要丟掉 因為你丟掉的話 你待會要寫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要寫去哪裡了 所以我把他留起來 那留在哪裡呢 就跟controlsignal一樣 還沒用到後 就放在pipeline register裡面 就放在pipeline register 所以我decode出來的時候 我不要把他丟掉喔 這紅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他放在pipeline register裡面 放在pipeline register裡面 等到你要用的時候 你再告訴說 應該要用這個RD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那這邊為什麼有一個marks呢 這邊有一個marks 他可以盡早決定 因為如果是rtype的話 你是寫到rd嘛 low的話是寫到rt 那在這個stage的時候 你知道你是low跟 low的或者是r的嗎 rtype 知道不知道了 已經知道了嘛 知道了就幹嘛要乘兩 帶兩個rt 然後帶兩個人很重啊 對不對 帶一個就好了對不對 如果你要兩個rt 統統帶下去很累 帶一個就好了 帶一個必要的就好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做一個決定 一個marks的決定 說喔 喔 如果是rtype的話 我就帶rd 如果是low的話 我就在rt的地址 選完了這就往下傳傳傳傳傳 等到你要用的時候 喔 這已經沒丟掉 我沒把你丟掉 馬上用這個address 就可以把它放到這個 address的 right address這個地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期盼的register是什麼 是下一個instruction的嗎 哪個register 除了destination的register 還有呢 那其他的register 是這個instruction的 還是下一個instruction 就看你要不要用 假如說像在這個地方 你rsrt 當然是這個instruction的 我現在的instruction的 這個instruction 就是我現在這個instruction的 rsrt 那這個是因為你在第五個stage 你現在才要寫 所以你才要帶著rt 前面的instruction的rt 往下走 那如果這個是要寫回rt 然後那邊又要多一個 那是不同的rt 這兩個不同的rt 所以現在呢 假如你現在要access它 有一個rt要去access它 你又要寫回去 也是寫回去 那這個rt跟那個rt 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第五個 這個right back的rt 好 你access的是這個instruction current的現在的instruction的rt 這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這就是剛剛會造成問題 如果你不存的話 你是不是就用到這個人的了 用到這個人 可是你並不是要寫這個啊 你是早就已經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你要把它記錄起來這樣 這樣了解嗎 好 但當然你會不會同時去 就是剛剛同學問的問題是說 你現在有一個rt 這個instruction 讀進來 intruction fetch decode 當然有一個rt 好 這邊有一個rt要用誰的 是要用你後面這個stage的rt 是跟著它帶回來的rt 好 但是你的rt還有 rt也可以access register啊 他照樣去access它 就是現在這個stage要做的事情 譬如說要access register 它用rsrt 那當然就用現在這個instruction去做它 只是它如果是一個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instruction 所以我還是把rt跟rd把它留下來了 留下來了 好 如果發覺是一個low的或者是一個rtype 我就做一個選擇 就一路這樣傳下來 傳到這邊這樣 好 那如果說這個還是 即使你現在不是low跟store 你還是一路這樣傳喔 一路這樣傳 可是到這個stage你會不會去寫它 不會 因為它是別的意思 它根本不會寫它 就不會有write enable這件事情 其實跟我們的single cycle是一樣的 一樣的道理 你這還照樣會計算 照樣計算 一路帶帶帶帶帶帶到這邊來 但是如果是第五個 這個instruction它不是一個write的register 就算這邊有東西進來 但是它這邊沒有write enable啊 它也不會去寫它的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來導升 沒有 沒有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所以data path with control 就是有些這些address它的功能呢 就跟我的control是一個很像 就是跟control是一樣 還沒用到就一路把它傳下去 就像這個destination register destination register的address 就是這樣的一個功能 好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 這幾個instruction 我們現在有load,sub,and,or,add 這幾個instruction 如果我們用pipeline 你看它的control是怎麼樣跑的 怎麼樣跑 好 第一個cycle 這是一個load instruction load instruction 第一個stage說沒做什麼東西 沒有做任何control signal 好 我們到第二個clock cycle 那load呢 就開始做decoding了 你看這個數字 你們如果去看那個 都是正確的喔 都是這些正確的control signal 那這個control signal 這control decode完畢之後呢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pipeline register 那下一個instruction是sub 所以它也做intriding fetch 好 intriding fetch 好 好 然後它就把它放在我的pipeline register 好 再來第三個clock cycle 因為這是一個load instruction 所以我們會用到哪裡 這control signal 會用到這裡 這會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control signal 做是什麼 LU做是什麼 應該是E 這邊是E E對不對 同學 你現在這是load instruction對不對 你這control signal 就去翻過來了 好 翻過來 那現在要做的動作 這個是一個select source 應該選0還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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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叫control就選1 那它的input 從哪裡來呢 input是從rt來的 對不起 這個第二個source是rt 或者sign extension的過來 所以它這個做完 也是放在這邊喔 你剛才register access的時候 你拿出來的data 是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pipeline register 在下個stage才使用它 所以這邊裡面呢 是剛才在上個clock cycle 你把rs的東西放在這裡 這邊是rt的東西放在這邊 那這個sign extension 放在這裡 然後在這個clock cycle 你就開始做選擇了 因為這是一個load instruction 所以你的control signal 剛剛已經分解出來了嘛 在這邊就分解出來 那隨著pipeline就放下來了 這邊就是應該選1 然後選1 就做完了computation 做完computation 這就是load 在這個stage做的事情 好 那sign呢 sign這邊 你先開始做decoding啊 做decoding 你雖然有新的decoding information 寫進去 但是你是會寫進去這裡嗎 會跟它打架嗎 會不會跟這pipeline register打架 會不會 這邊是讀出來是11 這邊decode出來是10 這邊是010 這會不會打架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clock edge還沒trigger 要咚打下去之後 它才換 好 等到 好 像clock cycle來的時候 我才把剛才的寫進去了 剛才新的資料寫進去 那舊的一定用完了就沒事啦 用完它已經把computation的結果算出來 就寫回去 就寫到這裡來了 這樣再看一下 回去 剛才我們這邊是 這些control signal 那這是decode完的control signal 他們倆沒關係的 一直要等到clock cycle結束的時候 就下一個新的clock來了以後 到以後 我這裡面才會變這邊新的data 那這邊data就跑到這裡來了 這裡面的data就移到這裡來了 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這樣就是新的data寫進去了 clock cycle結束 好那你這個到這邊以後 也就是說你要進行這邊的運算了 好 現在就要進行這邊的運算 剛才在這邊decode完畢的印 已經寫到這裡 所以的control signal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開始做這邊的運算 所以就是or 開始做or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再回去看一下 欸 對不起 欸不對不對 我們剛剛弄到哪裡去了 好 剛才是 好 load在這裡 control signal在這邊 然後下一個clock cycle 下一個 這邊的information就會放進來 好 這邊的information就放進來 好 所以到第四個clock cycle 這邊 這個第三個stage 再做sub 好 那load已經跑到在下一個stage去了 好 那新的運算運在進來也做decoding 也都要在做decoding 他的control signal在分佈在不同的地方 好 那你如果同一個時間看 這個時間 在clock 4 這個時間看的話 這個第一個stage 做隱藏性fetch 好 第二個是做end decoding 這邊是做sub 好 這邊是做low 那control signal有沒有打架呢 也沒打架 個人做個人的啊 剛才end 現在正在做decoding 待會只要end of clock cycle 他就寫到register 這個pipeline register 好 那在這個stage 現在這我就用exclusion的這個control signal 就是我剛才已經抵扣完 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邊呢 是因為剛才在這邊做完了 我已經到這個stage 所以我只把right back跟memory的control signal 帶過來 好 就這樣再往下走 這樣了解嗎 來 這個 懂不懂 應該 很懂 你是代表大家 好 最誠實的 懂就懂不懂就不懂 好 懂不懂 好 哪邊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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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地方不懂 勇敢的回答 蛤 蛤 蛤 什麼地方不太清楚的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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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懂不懂 導師 懂了 好 好 所以第四個cycle這樣 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好 再繼續往下走 好 第五個cycle 露的到這邊了 然後sub 都各自有自己的control signal 但是我們通常是在第二個stage做control的decoding 好 之後才知道control signal 往下帶 然後不要忘記這些 這些你現在漏的 你現在是 像剛才那個選擇之後 他要寫回去的這個sign 現在才用到 現在到漏的時候 才把這110再寫回去 我的regisfy 給他 就是剛剛同學 這個 好 rt或rd 在這邊選的是destination 再寫回去 去選擇我regisfy的destination 好 好 在第六個cycle 我們再繼續 好 stop到這裡 然後control signal 大家回去看 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好 在第七個clock cycle 再繼續往下走 第八個clock cycle 第九個clock cycle 好 就結束了 好 剛剛那邊有沒有問題 control的部分 好 data path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 就是single cycle data path 王子 好 這麼好 沒問題 好 然後 只是他的stage分完之後呢 我們要加pipeline的register control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跟我們single cycle 是一樣的 在第二個stage decode完畢 我沒有馬上用到 但是我要把這些control的sign 一直往下 往下傳 好 一直到我用到的stage 要按到他stage把它分好 好一直往下傳 你用到那個stage才去用它 好 好沒有用就繼續往下傳 那除了control signal 那些要用到的東西 只要當時還沒用到 都要往下傳 無論是 比如destination register 等等那些都要往下繼續往下傳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pipeline的這個 整個summarize一下 他是這個pipeline呢 我們是一個fundamental的concept 是很多個step 用不同的resource 也就是我把resource切好之後 很多個step 同時都在被不同的instruction 在執行 好 multiple的step 用不同的resource 然後呢 這個pipeline 就不同的instruction 就在不同的resource上面執行 好 那每一個clock cycle 我就開始下個instruction 下個instruction 也就是說 每個instruction都相隔一個clock cycle 那因為在不同的stage 所以它就不會衝突到 而且規定好 每一個instruction的 它的要用的resource 一定在同一個stage 所以就不會打架 然後呢 但是呢 它會 它理論上呢 是如果你分為五個stage的話 它是五倍的speed up 加速可以加五倍 但是當你切stage的時候呢 你會被最慢的那個stage所 就是limited 被最慢的那個stage 所以呢 最長的那個stage 會被那個受限 所以我們切的時候 希望切盡量的balance 希望每一個stage 盡量的balance 因為被最長的那個stage 就限制住 好 那最麻煩的是什麼東西 它是有hazard 剛才講到現在 我也都假設都沒有hazard 沒有hazard 也就是說 我每一個instruction都不dependent 我前一個instruction 就沒有這些關係在那邊 一路這樣下去就ok了 所以呢 那他說mips 他現在要再說一下mips 多好 mips因為它的相同的 instruction size 然後呢 它的format很簡單 所以你很容易做 這個pipeline的東西 那pipeline最麻煩是什麼 是hazard 是hazard 那什麼是hazard呢 也就是後面要介紹 前面到目前為止 什麼問題 這簡單的pipeline的概念 可是後面就麻煩了 hazard要來了 hazard是麻煩的東西 他說hazard有哪些 hazard呢 一種叫做data hazard 一種叫branch hazard data hazard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說 因為data的dependency 造成hazard 那另外control 什麼叫control hazard 就是因為你跳的時候 跳你的control是說 你下一個要去哪一個instruction 譬如說sequential的話 下一次就是叫next instruction 但是如果你branch 是下一個instruction嗎 不是啊 但是你pipeline是 什麼時候才舉例 以branch來講 你什麼時候才決定說 你要跳去哪裡 這幾個clock cycle 第一個clock是instruction fetch 第二個instruction是做decode的 第三個instruction它去做比對 比對 然後說oh 這是一個equal 我就要跳 可是你的下一個instruction 進來了沒 進來了 因為我要instruction fetch 我要fetch 因為一直做啊 下一個clock 我做完我下一個就要來了 下一個就要來了 我根本不知道要跳去哪裡 是要sequential來跳 我就要下一個instruction 就要先進來了 下一個就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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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hazard啊 因為我在我能做 我還沒做決定 我就必須要 因為一直要灌instruction進去 我只要猜一個 我可能就猜sequential 可是我可能會猜錯 那怎麼辦 這就是hazard 這就叫hazard 好 那什麼叫data hazard data hazard就是 好簡單的 這也是後面要介紹 好 譬如說你是做完了 對不對 第一個instruction你做完了 它要東西寫回去 regisfy 它要寫到regisfy5 它要寫一個資料進去 好 那你呢是下一個instruction 它要讀regisfy5 好 如果sequential的話有沒有問題 它已經寫完了嘛 寫完了我就去讀啊 當然讀到正確的資料啊 好 可是如果是pipeline 會發生什麼問題 它什麼 它是 它要寫第五個regisfy 它是什麼時候才寫回去 第幾個clark 再來寫回去 第五個clark 它什麼時候就要讀了 它馬上就要 不是 第二個stage regisfy 它馬上就要了 因為你雖然比它晚一個stage 對不對 但是你是在第二個stage 你就做regisfy 它寫回去沒 還沒寫回去啊 是不是hazard產生了 這樣了解嗎 對它dependency的問題 那假如說現在好 它是要readregisfy 你很後面才寫要讀regisfy 那有沒有產生hazard 就沒有了 就不會有 所以跟它的距離有關係 就是馬上就要 有時候有hazard 有時候 並不是說datadependency 就一定有產生hazard 不一定 它要寫regisfy 你要讀有問題 你要去讀就不會有問題 因為它已經寫回去了嘛 寫回去就不會有問題了 這就是hazard 那hazard呢又會 又分了兩個大type 如果是rtype跟rtype搭配的話 rtype的data 比如剛剛它是rtype 它也是rtype 它是rtype 它寫回去regisfy 第五個regisfy number5register 那你要去讀 第五register 理論上 如果你看那個pipeline 如果這樣直接看的話 它是來不及的 因為它還沒寫回去 你根本就讀到是錯誤的 但是實際上呢 它早就已經算出來了 它只還沒寫 因為它剛剛是 到第五個stage才寫回去 對不對 它東西其實早就在那邊 不是剛剛講到 第三個式就算出來 只是因為right的關係 所以它就不准寫回去嘛 在那邊等 在那邊等 好 那這種狀況 我們就可以用forwarding 我就不會犧牲任何東西 叫forward 直接forward給你就好了嘛 你要 我只要發覺說 我們兩個是相同的 讀跟寫字相同的東西 我就把 還沒寫回去regify 我還沒寫 你要就給你嘛 就給你就直接這樣 這叫forwarding 好 後面我會把它仔細再講清楚 叫forwarding 好 那另外一種data hazard 也是dependence的關係 它是漏的 它是漏的 它是R type 好 那這真的沒出來了 真的是 它要用的時候 它真的是沒出來 真的還沒讀到 因為漏的指令還記不記得 可是要到第四個stage 就是access memory嘛 然後到第五個stage才寫 那它真的是沒出來 你在它後面真的沒出來 那怎麼辦 就是store 就是停的意思 等 只好等 沒辦法 加一個 就假的就透在那邊 等你寫完我才寫回去 這樣 這樣 有點基本概念了嗎 好 所以後面這 要介紹的這三個 花了蠻多的時間 在介紹這個 data hazard 怎麼樣去 如果是R type R type的話 就其實 雖然是 還沒寫回去 regisfy 可是data實際上已經 ready了 在那個地方 我可以用forwarding 那另外一個data hazard 如果是low 緊接著R type的話 low緊接著R type的話 data真的沒出來 真的還沒寫 那怎麼辦 所以就store 所以這兩個是 同樣是data hazard 可是有兩個都很不一樣的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 是還沒寫回去regisfy 可是東西已經在那邊 所以我就forward 什麼叫forward 送過去嘛 就送過去 不要從regisfy拿東西了 你不要從 你的data不要從regisfy來 我就直接給你就好了 叫forward forwarding 那第二種叫做 也是hazard 這當你是low的時候 跟R type的時候 那這時候 因為真的沒出來 真的讀memory還沒出來 你就要store 就要等 這是後面 再來就是branch hazard 就是剛剛講座 是因為 我是 如果是 這個我現在 我是一個 這個 jump的integration 或branch eagle的integration 我並不知道 我下面是sequential 還是要跳去target 我還沒算出來啊 可是你既然pipeline 你就要繼續繼續 一直把integration fetch啊 那可能會fetch錯誤啊 錯誤或對 那如果對當然很好啊 因為你也不能停 當然你最笨的方法就停了 你沒辦法做deceive 就停在那邊好了 可停就影響你的performance啊 停在那邊就等於 本來我pipeline 現在是要很快一直 每個integration 每個cycle都有東西出來 可是你停在那邊的話 變成說 我不能有任何 不能做東西 就不好 這最壞的方法是store 所以我就可能會猜 我可能說 那大部分都是sequential 就先給他pc點pc加 就照樣執行 照樣執行 可是等到一發 錯了 我再做一個flush的動作 再補救的方法 可是大部分我搞不好是猜對啊 大部分是猜對 因為integration fetch 大部分都是sequential執行啊 我雖然這個是branch equal 我可能下一個還是sequential 因為跳不過去嘛 我就照樣執行 只要一發現說沒錯 那我就沒有傷害到我的performance 所以這就是branch hazard 要介紹的東西 那這是好 下一次我們再介紹它 這個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好 下一個 請問一個 Scotland 阿啥 阿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